微软Win10作业系统今天正式在台湾上市 并举办盛大记者会强调回归基本面 把目标放在两年内升级两亿台装置 并开放部分客户一年内免费升级 由于日前车子阶段闹出显卡更新灾情 也让消费者不免持观望态度 首先开始功能表再次回到Windows的桌面上 微软Windows10正式发布上市 而为了抢占市场占有率 也开放包括Windows7以及Windows8.1的用户 一年之内免费下载 着重电脑与行动装置整合 Win10仿造Android iOS作业系统 推出侧变功能显示页 动态资讯一览无遗 使用生物辨识系统号称三秒钟就能迅速登入 至于行之有年的IE浏览器也全面退出 取而代之的是新浏览器Edge 重点圈起来我可以把画重点 然后画错的话我还可以把它擦掉 然后甚至我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写上大大的Good分享到网路上 Win10整体操作看得出针对平板行动市场的设计思维 一改过往策略 着重免费下载使用 希望Win10能够为低迷的市场增添成长动能 大概说两年吧最起码能够全球能够做到两亿个升级以上 那目前我们非常的乐观 因为看起来进度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的太多了 所以很有信心 直观来讲就是它想要重量嘛 就是说我在上市的初期 它要凭那个旧系统到新系统的一个转换率的一个比例 所以它开放这个免费去安装的话 它可以比较快的去成长这个人数 能否带动换机潮还需观察 不过新品上市负面杂音也不少 日前Forbis报道 Win10使用者更新NVIDIA显示卡驱动程式后 导致电脑无法运作 逼得微软释出修正档案来解决 系统已经到Windows 10 但是相关资源的软件 还没有更新到可以资源到Windows 10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它会卡卡跟散退 就是先看网路上评价怎么样 就是先不要当白老鼠 想在电脑展前一天对外宣传 制造舆论话题性 Win10新功能亮点不少 但达人们还是提醒 消费者可以等一个月后 确定都没bug了再做升级 新航亚太电视高建轮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